地球的奥秘并不轻易是人 然而世界各地的科学家 却致力于解开人类进化的奥秘 它是融合科学探索与浪漫侦探的一部传奇 我们只有寻着蛛丝马迹 找出谁是人类的祖先 以及他们可能的生活方式 就像一大块拼图 大部分的片段永远失落了 今天 生物学家对进化的细节虽仍穿凿附会 但却一致同意进化乃不争的事实 对动物的研究显示 为何有些类似圆的古生物变成直立步行 以及它们如何在野外面对生命的危险 过去好不起眼的人类 竟然成为地球的主宰 工具是发明之母 也是我们的成功之要 用石头打碎制成的工具 将我们带到今日的境界 如今拜新颖工具之次 我们更了解先人的步伐 目前我们对于人类起源的了解 大多得自近三十年而已 我们能重建历史吗 或超越时空 一窥过去的风貌 且让我们一起来探索 人类起源之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如动物天生变十分好奇 我们人类有甚 而最让我们感到好奇的 可能就是人类起源的问题 什么是血居人呢 血居人呢 你认为呢 一个血居人 十六世纪末 当莎士比亚写道 世界乃一舞台 所有男女不过是演员之时 并没有人对先前的演员阵容 有过任何了解 如今我们渴望知道 这出大戏的演员到底是谁 他们于何时现身舞台 又在何时羡慕褪去 这是个扑朔迷离的故事 就像雾里看花般难以捉摸 模模糊糊中 我们认为已寻得了蛛丝马迹 已亏得了仙人的唐傲 内心澎湃着血脉相通的喜悦 然后我们紧握线索时 却发现全是净花水月 1900年代初期 科学家认为 人类起源的摇篮在亚洲 后来在1924年 南非解剖学家雷蒙达特 收到一个由石灰岩矿厂工人 发现的头盖骨 达特震惊了科学界 他宣称这个原始而似源的小孩 乃是猿人 是人类家族的一员 他还说 他已像我们一样直立行走 达特将之命名为 南方古猿非洲种 也就是非洲南猿 十多年来 达特的唯一生源者 是古生物学家 罗伯·布鲁姆 直到1930年和1940年代 布鲁姆发现成年南猿的化石 达特的说法才得以证实 以地质学而言 非洲大段谷 数百年来一直相当活跃 这是个埋藏化石 也是来日再被发掘的理想地点 这里的奥杜维峡谷 拜两位特立独行的科学家之次 已成为进化的大峡谷 1930年代来到此地的路易斯利基和马利夫妇 从事着人类史上最兼具而执着的工作 奥杜维最让利基夫妇着迷的便是 曝露四处的原始石制工具 他们的梦想是找出打造这些工具的生物遗骸 找到最早的人类 他们的坚毅不拔 直到25年后才终于得到回报 那已是1959年 我们好像找到了想找的东西 这里藏有人类或像人的生物 显然是世上最早的已知人类 结果是明清少年 还不是真正的人类 而是更原始的猿人 男猿的一种 但却绝对和我们一样 婴儿时饿了会哭 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直到痛 爱和欢乐 然后一如所有的生灵 他也难逃一死 男孩死在当时一个湖边 骨架已不见 可能被水冲走或遭石斧动物损毁 幸运的是 头盖骨被埋在沉淀物中 长久以来水溶性的矿物质 将骨转化为石 一层又一层的沉积物 将骨头埋入更深的地底 有几层是附近火山爆发时喷出的火山灰 大段谷典型的建层地质隆起和其后的侵蚀作用 又将化石带到地表 找到早期原人化石的几率 据说仅千万分之一 由于利基夫妇是在火山灰沉积中找到化石 因此可以正确推算出其年代 火山灰含有放射性甲 会以一定的速率衰减而释放出雅气 过去相信人类的净化 不会早于一百万年前 而这个化石的年代却几近两倍 科学界大为震惊 今天运用镭射的技术 使科学家能更精确地 推散出微小样本的年代 放大好几千倍的一粒灰 可找出一个比过去精确的年代 化石的名称和年代 不能告知生物真实的生活情况 但也许能从现存林长类的行为得知 查尔达尔文写道 我们和非洲猿关系最为密切 但当时还没有人知道猿猿有多深 或是和哪一种有关联 答案却得自一个出人意料的管道 分子生物学家的试管 二十年前 文森沙里希博士和加州大学的同事们 便是不用化石 而用分子和试管 来推算进化年代的一小群科学家 沙里希等人比较了包括人类的 十三种林长类的血蛋白 并以图表表示每一种自共同的 祖先分歧的年代 其年代却与得自化石的结果完全不同 在起源于数百万年前的大型猿猿之中 发展成猩猩的那一系 乃共同祖先的第一个分支 证据显示大猩猩是下一个 据沙里希表示 黑猩猩和人类可能是直到四五百万年前 才分歧进化的 很多科学家几乎不可能接受如此近的分歧进化论 外行人也同样不愿置信 大家呢还是非常排斥 从进化 尤其是从行为的观点来看人类 因为我们想保持分开独立 我们不希望自己的祖先和任何非人类的扯上关系 我们还是大不相同的 我们没有毛 哇哦 他喜欢胡子 我们习惯上是直立行走 我们的脑子大很多 而且我们拥有语言天赋 但由基因来看 人类和黑猩猩百分之九十九相同 黑猩猩跟我们的关系 甚至比跟大猩猩密切 1960年 路易斯立基凭着过人的直觉 派遣一位年轻女性去实地研究黑猩猩 珍古德长达27年的研究 不仅被奉为闺孽 更证实了立即的信念 认为黑猩猩能提供我们早期人类行为的诸多教材 了解今天黑猩猩的行为 能帮助我们了解早期祖先可能的生活方式 因为我觉得可以这么说 现代黑猩猩与当今人类所共有的任何行为 都可能出现在共同的祖先身上 若出现于共同的祖先 也会出现在早期人类身上 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科学家 对于黑猩猩进行了一个机器爆的实验 我们的祖先如何对抗掠食者 一直令人类学家十分困惑 这么瘦小的生物都还不懂得造实质武器 是如何生存下来的 爆天生是黑猩猩的克星 当黑猩猩攻击时 我们仿佛看见过去的祖先 在离开大树的避孕时 头一回在地面上遭遇强敌的情形 当花豹断头时 黑猩猩不一定知道它已死掉 但却清楚地知道 敌人已不再构成威胁 如果黑猩猩拥有运用天然武器 来御敌的智慧 我们早期的祖先也可能这么做 黑猩猩从未演变为直立行走 我们为何会如此呢 直立行走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们很少加以深思 但它却是我们和地球上其他哺乳动物 不同的重点之一 我们的祖先是如何离开树林 迈出尝试性的第一步 勇敢面对辽阔的非洲大地 重要的答案在伊索比亚的阿法尔三角地带 1974年 这里一支由15位专家组成的国际探险队出发 前往一块名叫哈达的布毛之地 该队的副领队唐纳乔汉森博士 形容自己是迷信之徒 在山坡上受烈日考晒 一无所获地过了两个月 一天早上他醒来 觉得要时来运转了 日记上也这么记载着 就在当天探险队发现了登上全球图条新纹的骨头 这是当时所找到最古老 也最完整的原人化石 人类学家只要找到一颗牙齿 一小片碎骨 就已喜出望外了 而这幅40%完整的骨骸 简直就像一座金矿 被逆称为露西的这幅女子骨骼 立即成为热门的研究对象 像露西这么完整的骨骼 最特别的是呢 对我们人类学家而言 我们能由此搜集到丰富的资讯 比如说由她的大腿骨来看 才不过12寸长 我们便可知道 她身高不会超过三尺半或四尺 问题是 她会不会仍是个小孩子呢 我们如果看她的发育情形 比如说智齿 已经完全成长 而且开始磨损 相对于现代人 她死的时候已经是成人了 我们也能尤其 臀部沉重的部分呢 得知她大约重 50到55磅 从头盖骨的大小 由于保持得很完整 我们知道脑部很小 大约只有现代人脑的四分之一大 大型脑部 历来一直被认为是人类基本的特征 1920年代 达特指出有一种脑部小的生物 也是站立行走 它握有的只是一个头盖骨 在这儿的却是一幅重要的骨骸 一种很像猿 但站立行走的生物 路西的脑像猿 骨骸像人 牙齿既像猿又像猿 是两者特征奇妙的混合 但它毫无疑问是个猿人 四年 探险队回到哈达 寻遍了山坡 希望找到新出土的化石 他们不敢奢望 能再寻货像露西 那么令人振奋的发现 结果乔汉森的运气 却比前一年还好 这里有大腿骨 脚 还有膝盖 他们发现了 是三个人的第一批碎片 或许是同群成员 他们可能全死在一起 或许是洪水来临的一刹挪 哈达和坦尚尼亚的化石 代表35到60个个体 由于证据充足 乔汉森和同僚 有信心宣布一个全新的生物种 他们命名为南方古猿阿法种 并提出了一个仍受争议的推测 宣称它是其他已掘击的南猿 也是发展成真正人类的共同始祖 在实验室内 将几头雄性动物的头盖骨和鳄骨 拼合成一个石膏头盖骨的 是乔汉森的同僚提姆怀特博士 经最初的发现和分析后 科学家很少用原本的易碎化石来实验 事实上 化石通常是归还给出土的所在国 但这些坚固耐久的石膏模型 却是唯妙唯俏的复制品 在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 这些合成的头骨 在人类学家转为艺术家的 约翰·葛奇乔手下 有了神奇的转变 葛奇自幼变最新人类演化 再加上他在解剖学上的天分 使他成为雕塑导师 他的工作场及艺术家工作室 与科学家实验室的大成 装眼珠呢是最奇妙的一刻 我依照科学的数据来决定安放的位置 但也有神秘的一面 我常在那个时候开始觉得 被自己所做的东西盯着桥 仿佛它不再是黏土和石膏 而变得有血有肉有生命 我想做的是探索人类的过去 我所掌握的这些科学数据 能使我事半功倍 因为我相信我的工作 我相信在我面前的这张脸 应该是很像它的原主 重塑更新式灵长类动物 最令人着迷的一点是 它恰好介于人类与非人类之间 有很多类似缘 却又正在发展成人类的特重 葛奇得花两个多月的功夫来还原 这是份苦差事 工作繁琐枯燥又常彻夜不休 我真想能宣称 这工作是一门尖身棘手的科学 然而他并不是 他其实很有意思 不必回到过去就能面对祖先 就连我都对最终的结果感到惊讶 我是基于来自谷歌解剖学的一条条线索来进行重建 而那些线索的累积效果 通常会让人大吃一惊 早已遗失在时光中的一张脸 又重现于石膏与年土中 我们和相隔三百万年的老祖宗面对着面 露西之前的五十多万年前 远在一千多里外有一座火山爆发 喷出的火山灰覆盖了坦上尼亚的塞伦钙体平原 然后有一刻为时光冻结柱 一连串的巧合事件 记录了史前舞台上独特的一幕 爆发过后不久 雨时方歇 三名或许和露西同种的猿人动物走过这里 它们在潮湿的落灰上留下足迹 太阳出来使足印变硬 持续喷发的层层火山灰 又埋藏了三百五十多万年前的痕迹 今天这个距坦上尼亚北方的奥杜维峡谷不远之处 被称为莱托里 1978年由玛丽利基博士率领了一支队伍 在此找到了有史以来最惊人的考古发现之一 几百万年前的火山爆发后 就不曾露面的足迹 玛丽利基博士和其队员 开始小心移开尖乳水泥的岩石 对玛丽利基博士而言 这些足印比化石更具歧视 它们鲜明地捉住了烧纵即逝的一刻 你所看到在我左边的足迹 是我们本季最伟大的发现 它是三百五十万年前 三个人走过一大片平坦的火山灰石 做留下的一排足迹 我们可以说它们的个子不高 估计身高在四到五尺之间 它们自在地迈步而走 有人猜想 它们也许拉着手 它们的足印间隔平均 步调相同 左脚跟着左脚 右脚跟着右脚 它们也许是一个家庭 感性解读震撼了全球 但在科学上却引起了争议 这些生物是否和路西有关 它们如此久以前的直立行走 又和我们今天相同吗 提姆怀特帮忙掘出莱托里的足迹 为了解答疑难 它设计了一个实验 它带着我们的近亲黑猩猩 走过一片湿的沙地 其硬度约和湿的火山灰桶 人的足印脚后跟着地有力 大拇指与其他直头成一列 黑猩猩的脚印在这里 指关节的印子就在那后面 黑猩猩的大脚指是分离的 而人类的呢 却是与其他脚指并列 人类的脚还有很大的弧度 黑猩猩的脚和足印 却没有这种弧度 而在莱托里 我们找到350万年前的证据 是一个和其他脚指并列的大脚指 拥有纵向的弧度 以及强有力的脚后跟着地 换言之呢 早在350万年前 坦尚尼亚就发展出人类的雏形了 有些科学家觉得 只要研究人员的动作 就能知道路西和其他的人类十足 到底如何行走 在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 由解剖学家兰道瑟斯曼 与捷克史当领导的工作小组 将猩猩的动作录影下来 他们也对黑猩猩详加研究 来 直入手臂和腿部肌肉的电脊 将讯号送入监视器内 衣服使发射器能固定在动物的背上 双脚动得很好 继续让它动 当动物移动时 瑟斯曼和史登在一幕上 接收到一个由肌肉发出电波的重叠影像 一个有趣的发现 人员攀爬时用到的臀部肌肉 与人行走时对臀部肌肉的运用大致相同 因此从树上著名转变成地上行者的过程 应该不致太困难 肌肉的运作都已就绪 乖 但瑟斯曼和史登 不像乔汉森 怀特等人 并不认为这些始祖的行走 与我们完全一样 反而像以双腿行走时的人员 他们仍然认为 那些生物还像人员一样 大多待在树上 尚未完全适应地上的生活 早期人类学家 仔细比较 对照石头和骨头 但对行为上的疑问 却只能凭空姑娘 今天 他们能直接道出 我们史组的一些基本资料 露西和其他人如何生活 他们睡在哪里 吃些什么东西 有可能是由露西衍生而出的 其他男员中 体型较小的纤细型和粗壮型男员 尽拥有如此粗大的鳄骨和牙齿 有这些化石的牙齿 可推测这些猿人动物的食物 千百万年后 牙齿上的磨损依然存在 我们看看能不能弄出那个画面 同属实习分校的弗瑞德格莱恩博士 用电子显微镜扫描 及电脑图形来研究饮食 不同的食物在牙齿上留下迥异的痕迹 我们把纤细型跟粗壮型男员的牙齿并列 磨损的模式又很显著的不同 因此他们所吃的食物也不尽相同 纤细型男员就齿表面的刮痕 跟磨光 应该是由水果跟树叶等软性食物所造成的 而粗壮型男员旧齿上的伤痕呢 却是由种子坚果等硬性食物所造成的 自发现以来 男员就一直被认为是生性残暴而嗜血的原类 如今看来 他们倒更像素食者 这是他们在人类进化史上较适切的位置 粗壮型男员繁衍了一百多万年 然后消失无踪 走上进化的末路 他们可能在竞争时败给更聪明的种类 也就是终于演化成现代人类的工具使用者 就和其前人的遗迹一样 工具使用者的骨骼化石 几乎总是在湖岸或湖边形成的沉积物中被发现 肯亚北部图尔卡纳湖的周围地区 丰富多样的人类和动物生命 非世界上其他地区所能及 在除野外的季节里 奈洛比每周都有一架小飞机 把探险领队理查利基 也就是路易士和玛丽利基的儿子带来此地 尽管早年曾决定不再不父母后尘 但理查的决心却不敌对古生物学的热爱 二十年来他一直在此挖掘且成果丰硕 自1968年起 图尔卡纳区已出土了一万至一万五千件的化石 大多为动物 但也有三百余件属早期人类 利基享有现代古生物学家组织奇才的美誉 每回一连数月 他日日带队搜寻 他们每年找遍方圆六百平方里内的每寸土地 在任何科学领域中 找寻新证据都很令人兴奋 我们这一带尤其像坐宝山一样 因为年年都有新机会 这些辽阔的沙漠区域定期有雨水冲刷 每当下雨就有可能曝露出一些新东西 告诉我们前所未知的事物 为人类起源的认知 开启崭新的一夜 在沙漠上最有趣的是 尽管去年才来过 今年却会是一番新景象 因为几个月前下的雨 又在某些地方又冲出了新东西 只带我们去发掘罢了 1984年找到一小块头盖骨 查理的同事卡摩亚·卡谬 立刻认出那是人骨 他和解剖学家亚伦华科技队员 一起展开仿佛无止境的挖掘工作 又找到了些头部和脸部的骨骼 费尽千辛万苦 把七十片碎骨粘合起来 这些骨头属于直立人 也就是终于进化成现代人的一只 这幅骨头是一百多万年前 一个十二岁的男孩 甚至比陆西还完整得多 乃人类进化研究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男孩的身高及身材比例 与现代人所差无几 一位艺术家想象他可能的长相 理查利基则试图重建他的生活 他居住的地区可能是湖畔沼地 那儿有草地 丛林 也有流珠入湖的河川 可能有很多动物 平原动物 肉食动物 食腐动物 我想大概是像今天东非的国家公园 丰富的野生生物相当适合早期的人类 我认为它很特别 因为它如此完整 但也许常为人忽略的一点是 许多不接受人类进化论的人 也不愿肯定我们的工作 认为我们靠的是片段的证据 不过是蛛丝马迹 谁知道呢 那些小骨块可能属于任何生物 用一副这么完整 摆明是人类 且又和我们息息相关的骨骼 来证明给那些人看 辖起150万年以上的历史 不去颇具说服力的证据 在创造论与进化论的争辩上 尚犹豫不决的人很多 一旦面对这个发现 我想都该表示立场了 直立人的头部看起来 应该和我们大不相同 它的眉上级粗大 脸部突出 脑部较小 它们的肤色很可能较深 这是对抗热带烈日的天然保护色 有些科学家相信 直立人是最早狩猎的猿人 早年我们的始祖由于自身难保 在非洲的水塘倒也相安无事 但当它们开始狩猎后 其他动物就大敢威胁 究竟它们何时开始狩猎 可能永远不得而知 但可确定的是 直立人制作的工具 远比过去任何工具要精密得多 尽管是最早又最原始的工具 也代表人类的一大进步 那是文化的一个表征 当智慧随着时光而增进 工具也一发精细而专化 探究工具的制造和使用 让我们得以窥见祖先的行为模式 印第安纳大学的尼古拉托施博士 是研究此道的各种翘楚 许多科学家曾认为 早期工具制作者的目的 是打造出这些圆形石器 掉下的薄片只是碎屑 托施的实验结论却恰恰相反 他认为如刀斑锋利的薄片 才是我们祖先常使用的工具 若你仔细看就知道 人类是很差的食肉动物 我们的全尺小 没有锐利的爪子 也不够强壮 看起来呢 一点也不如猎狗或狮子 但运用最简单的石片技术 却能轻而易举地屠杀羚羊 乃至大象等巨大动物 就连猎狗也没法处理死尸最大的骨头 但用最简单的工具 如锤子或粘石 早期人类却能取得内部的骨髓 几乎全是脂肪的骨髓 热量极高 成为遨游非洲大陆的人类十足的必需品 宰杀动物时 工具边缘会在骨头上留下磕痕 以前常为人忽略的磕痕 现在则被视作研究早期人类行为的重要依据 由此可得知 我们的祖先吃什么动物 他们爱吃哪些部位 以及人类始祖何时变为成功的猎人 以前若在附近发现有工具 科学家常假设科痕是人为的 如今他们知道 自然界的许多因素也能造成一些假象 有个常受忽略的因素 就在凯贝伦梅雅博士指导的特殊实验中得以揭露 在亚洲八九百万年前的骨头就有钩槽和刮痕 远早于人类存在时期使它相当困惑 后来在非洲 它看到骨头常遭迁徙的兽群践踏 它想会不会是无意间的践踏留下的痕迹 被误认为是特意用工具所造成的呢 约翰霍普金大学的派特·西普曼博士 自1978年起开始实验割痕 他相信 若由他亲手制造再以显微镜检视 大家就更能确认 何者是真的割痕 何者不是 他在检窗SEM的电子扫描显微镜内 插入自己制造的割痕的镀金模型 和一般的显微镜相比 SEM能更深切观察三度空间的立体结构 沙地里找到的骨头上的痕迹 可能有不同的解释 但是西普曼发觉 真正割痕的特征是在沟槽内 还有细线存在 他说 实验是最好的方法 来推演一块骨头在千百万年前的遭遇 我们今天的问题 是要修整 过去从证据中抽丝剥茧 找出人类十足的特别之处 一旦我们知道自己打哪来 如何开始 有哪些重要记事 我们可能对身为人类 保持完全不同的观点 直立人是最早离开非洲的人类 大约从一百万年前以后 它们以及若干非洲哺乳类动物的化石 便出现在地球上的其他热带地区 有些科学家相信 那时肉类已成为部分主食 有了这些营养的蛋白质 这种聪明而好奇的生物 就有本前跨足未知的领域 从保存完好的遗迹和工具 我们知道直立人足迹遍及中国 爪哇和南欧 英国的萨西克斯沿岸 采石厂工人最早发现了一个 名叫波克斯·格洛夫的遗址 它可解答直立人后的人类生活方式 约三十五万年的波克斯·格洛夫 是个意义重大的遗址 占地一百亩 藏有许多保存的很好的工具和动物骨骼 直立人虽未能来到这么北端的欧洲 但其后代却已到达此地 他们就是与我们同种的人类 最早的雏形 智人 这里用旗帜标示出找到其工具和碎片的地方 动物骨头很多 鹿的牙齿 绝种的熊下额的一部分 一大块带割痕的盆骨 暗示有工具使用者的出现 但奇怪的是 并没有找到人类的遗孩 这里根本没被扰乱过 仿佛回首过去 就能看到一位仙祖正坐在此地打造石器 附近的那样工具 可能是三十五万年来 头一次再落入人手 它或许被用来削木头 处理兽皮或挖掘地底的树根 也可能靠它来杀戮或制服熊 而做工具的人如今何在呢 伯克斯·葛洛夫曾是个摊头 最适合保有化石 为什么没找到人类遗孩 至今还是拼图所欠缺的片段 这些早期制人 似乎由直立人进化而来 但他们与直立人 以及更近代人类间的关系 仍然不深清楚 最叫人困惑的早期制人 便是尼安德塔人 有些科学家认为 他们是人类系普上 昙花一现的一个旁枝 古人类学上最长久的争议是 尼安德塔人究竟为何 而问题一直多过答案 尼安德塔人并不像卡通画家 常描绘的那般野蛮愚蠢 但有一点特征却不会错 他们的确是血居人 在以色列的科巴拉穴 正有以法连队共同挖掘 一个尼安德塔人的洞穴 经细心研究 穴内的堆积堪称知识的宝库 以前尝试烂挖乱绝 三十年前 科巴拉穴还被十字稿和大铲子乱挖一通 如今则借由牙科探针和小刷子 细心地挖掘 每桶泥土都加以筛减 不放过最小的骨头或十块碎片 然后再将每个碎片清洗 识别 编号 登记 科巴拉最丰富的发现 便是这些精良的工具 出土的古物简直成千上万 以色列队的领队是巴约瑟夫教授 他可证明尼安德塔人 几千年来不时住进科巴拉穴 我们看到的是约四万五千 到四万六千年前人类建的火炉 这也是科巴拉穴的特征之一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搭在另一个之上的火炉 总是位在洞穴中央相同的位置 既可在冬季时建议取暖 也可用来煮食 然后热灰呢 还能撒在地面 以便睡在灰上 我们应该牢记的是 不能也不该挖光全血 必须留一些给日后的考古学家 他们也许会用更先进的技术来挖掘 因此我们永远无法知道 过去情况的全貌 我们知道尼安德塔人 曾在这个天然避难所住宿 或至少带来了食物 或是成群卷卧在温暖的火盘 我们也知道 有些人在此去世 尼安德塔人是最早埋葬死者的人类 这幅骨骼除了头部不见 可能被用在某种仪式外 是已找到的最完整的尼安德塔人之一 在这些早已消失的人类祖先的生活中 葬礼的意义已不可得知 但他们会埋葬死者的事实 却将他们与我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有遍及欧洲和中东的尼安德塔人洞穴 可逐渐勾画出其生活的景象 他们的生活漂泊不定 具有社会组织 成群结队地游走四方找寻食物 刻苦耐劳 或许还比大多数近代人强壮得多 他们甚至活过了艰困的冰河时期 他们是否拥有语言我们并不清楚 但他们的确能和同类 以某种复杂的方式沟通 然后约在三到四万年前 这些聪明 适应能力强的人类 神秘地消失不见 他们或许已经 或许尚未进化成智人 如果智人在他处发展 然后迁移至此 那么尼安德塔人也可能被他们淘汰掉 由解剖学来看 这些原始人与我们近似 他们正站在我们所谓人类的起点 农业和城市的兴起 是后来才发生的事 而这些早期现代人 却是最早的艺术创作者 这批丰富的过去记录 是人类最伟大的艺术成就之一 我们知道 这些人的足迹 遍及地球上每个可居住的地方 但他们究竟来自何处 伦敦的英国自然史博物馆的 一位科学家认为 已经找到了解答 他就是物理人类学家 克里斯·史特林格博士 现代人类起源的研究呢 非常有趣 因为他探讨的乃是 今天所有人类的起源 而我以为起源在非洲 部分原因乃基于化石的证据 我觉得现代人最早是出现于非洲 后来再陆续出现于其他各地 当然还有遗传基因的证据 基因数据也佐证了 近代人类 缘起非洲的概念 夏威备大学的基因研究员 正在调查现代人类的迁移模式 贝基肯恩博士相信 他的研究更能证明非洲起源说的理论 今天所有活在世上的人类 其基因都可以追溯到一位共同的女性 而我们认为 她活在大约20万年前的非洲 可恩博士的理论 以研究由女性身上取得的DNA为基础 他追溯DNA分子中 仅由女性世代相传的一个部分 除基因研究外 再加上查问女性的母性祖先 请问你的外婆 也就是你的母亲的母亲 我外婆于1903年8月10日 出生于澳门 位于中国的沿海 可恩博士研究了欧非亚裔的美国人 以及澳洲土著 借着比较彩字这些女性的DNA切片 可恩博士评定这些基因的一统 DNA越类似 两人的关系也越密切 可恩用电脑显示出 过去人类不同的迁徙方式 如果他没错的话 现代人也和原始人类一样 起源于非洲 现代人类进化的起源 似乎始于非洲 我们的始祖全都来自那里 因此我们的关系密切 包括美洲印第安人 澳洲土著 埃斯基摩人 欧洲人 我们的起源都在非洲 骨子里我们全都是非洲人 人类多样性的老观念 虽不易根绝 但我们却必须考虑到 人类的平等是进化中的事实 它就在我们的基因里 我们都是时光的旅客 一出早在四百万年前 即开演的戏中 最近代的演员 在人类进化的侦探故事中 我们大致了解情节的发展结果 但对中间章节却所知无几 有太多的化石不过是些碎片 还有更多的时光断层 我们连化石都没有 人类学的历史才不过百来年 但随着它的演进 它开启了新的奥秘 也提出了更大的疑问 为了填补无数的空白 必须发现新的化石 新科技将为越来越大的拼图 添加其他碎片 但也仅止于此 不过是些胡乱的拼图碎片 永远也无法亏得全貌 对科学家而言 追求真理的乐趣永远不减 年复一年 当雨又再度落下 他们知道在方圆数千平方里的某处 只要有点运气 又将能找到新的 甚至更叫人兴奋的线索 来探讨人类过去的奥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